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杜盛 好了我們歡迎來到 1924年的第一個主日 新年快樂 我們跟旁邊的弟兄姐妹說一聲新年快樂 好不好 OK 两样很快的报告 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去年的收据的话 那要尽快的报销 尽快报销 那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说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主日完之后 英文堂主日完之后 他们通常在后面那边会有一些小点心 那是他们希望能够一起 有个交易的时间 然后欢迎他们的新朋友 那因为我们国语 他目前没有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介入 或是去拿他们的一些食物 会造成他们一些干扰 所以我们就是彼此互相的体谅 彼此互相的体谅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那最后我们来欢迎一下 我们今天的新朋友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可不可以起来 让我们可以欢迎你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OK 好 如果没有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赞我们的神 请大家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用宣招敬拜 宣招的经文 以佛所书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 以佛所书第三章 十七到十九节 大家同声来列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堂阔高深 并知道 这爱是过于人能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是的 我们第一手 用以满泪力 来敬拜我们的神 神就是那光 就是那爱 就是公义 就是美赛 让我们今天 在这个2004年的 第一个主日 我们用心 来追随这个光 让这个光 耶稣基督的光 成为你的生命 将我们的生命 永不缺乏 以马内力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大家一同开口 以马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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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唱一次 以马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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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成为 以马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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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成为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 神通在 神通在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 使得他的荣光 要造进来 他们成为 以马内力 接下来我们用 圣灾圣灾 来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们的灵 今天第一个主日 重新开始 大家高声的唱 一二 Go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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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当地的主宰 清晨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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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 永不得 爱 荣耀 与与丧美 归上 一阵 神灾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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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徒前城祭拜 各一包里尽快 奉献报座之前 神哉 神圣君 千金主拜圣主 喜哉而今哉 永哉万万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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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定得主宰 铁肠的小海中 万物送出生命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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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永不更改 荣耀与赞美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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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请各位会众坐下 接下来我们用爱和愿意 来敬拜我们的神 十字架就是神的爱 带着主为我们而生 为我们而死的一个记号 求神今天在第一个主日 这个光大大的照进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火热 来服侍神 来爱神 大家一定要开口跟着我唱 如果你不会唱 没关系 用你的心来念歌词 十字架上的光芒 温柔又慈祥 天啊 看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长 完全的白伤 愿出海来交换我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十字架 十字架上的光芒 照在你的心 温柔又自相 我愿意跟随 带着珠海的力量 向着我的草莲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的白伤 愿出海来交换我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是的主 我们愿意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怀抱中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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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一次 我们最后一次 用有力量来敬拜神 十字架上的光芒 温柔又自相 我愿意相逢 带着珠海的力量 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愿意相逢 我愿意相逢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逢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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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你怀抱中 你是我的主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向天父母感谢你今天早晨 聚集我们 主让我们在今天的 第一周的圣餐主日当中 我们透过圣餐 可以更多的看见 你要赐给我们 在生命中的恩典 还有丰富的慈爱 主就求你 这帮助我们 透过来反思我们 在过去这一年 所领受的恩典 还有在接下来这一年 我们希望 能够从你那里 如何能够快步的 来跟随你 主你就求你 真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反思 让我们可以更明白 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我们就这样一下 时间交托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今天早上要来 领受圣餐 在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先来读一段 经文 帮助我们来默想 圣餐的意义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 第十二章的 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可以为大家来读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回神 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我想我们今天早晨 在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当思情谈的时候 花一段时间 我们来默想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把这经文 可以打在这个上面 刚才我们读了 罗马书的那一段经文 那我们就花一段时间 我们正是为我们自己 来思想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为我们成了赎罪祭 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 赎罪祭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自己 是不是愿意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接下来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正是成为活祭 活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 神所喜悦的样式 好不好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立约 我们花点时间 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对我们说话 就是让我们看见 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让我们知道 如何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成为一个活祭 献上我们自己 让我们明白 我们怎么样能够 能够常常的心意更新的变化 不垂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风俗 主就求祢 让我们在接下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就与祢立下一个这样的心志 主我们谢谢祢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要邀请我们当中 如果已经受敬的弟兄姐妹 我们请领受这个圣餐 那如果你没有 我们当中如果已经受敬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没有领到 没有拿到这个圣餐的话 请举个手 然后我们可以 请这个招待能够发派给你 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敬的 就请你在祷告当中 与我们一同的纪念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我们一起先打开这个第一层的这个饼 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 祂来请饼来 助谢了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每逢吃的时候 当然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同的来领受 我们打开这个杯 放后耶稣说 拿起杯一说 这杯是用我的写所地的新约 每逢喝的时候当初只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同的来领受 主耶稣居度的宝鞋 你吃完可以把这个放在袋子里面 我们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可以一起来回收 我们再一次的一同的来到 主的面前祷告 所以主我们 当我们想到两千年前 你为我们舍己 祝 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先爱了我们 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 主就求你真是 让我们愿意 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们愿意 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接下来的2024年里面 我们看见 你所要呼召我们所出来做的 不管是在服饰上面 在家庭方面 在工作上面 主就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 更合乎你心意的人 主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恩典 这样一个救恩 不单单是一个永生的盼望 更是在今生 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被你所改变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就将我们自己摆上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坐 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的 第六章的二十五节 读到三十四节 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 我用起应的方式来读 我读单数节 我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们再一起读最后的三十四节 来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那听众节目 我们介绍我们今天是 这个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 那我不知道在这个 新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大家有没有一个 新年新希望 我们常常都会说 我们新年应该要 为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 设立一个新的目标 那我们知道 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基督教 我们最核心的信仰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救恩 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 这也是我们刚才 这个圣餐 所提醒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基督教核心的 这样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 耶稣基督所给我们 救恩的意义 不单单只是以后的永生 不单单只是上天堂而已 而是怎样呢 而是其实我们在今生 我们就要为永生做预备 如果我们上这个初信造就 或者是福音班的话 我们就知道 其实在我们觉知信主的 那一叉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给我们救恩的礼物的时候 其实圣灵就内陆在 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 应该要有一个改变 就是从圣灵重生 我们会有一个重生 那这重生的结果 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在今生 就可以为我们的永生来预备 那我们就 我们知道我们今生 还是有一段路 我们需要去过 但是我们是有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有个永生的盼望 那这就好像如果我们是在 我们知道 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 那以前我们都是从中国 香港 大陆 或者是台湾 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 那当我们知道说 我们五年以后 或是十年之后 我们就要出国读书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移民 到美国来 或是到别的国家 那我们去试想一下 当那个时候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五年 十年之后 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在那个时候 我们肯定会把我们的精力 时间 金钱 做一个不同的一个分配和使用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改变是大的 那那个改变之后 我们会面临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我们会为这个改变 来在现在 在当时 我们就会做一个预备 那其实我们的信仰 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对来生的理解 会影响到 我们对眼前生活的一个态度 那今天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 如果他是不相信有来世 他就觉得 这个我们都是物质 就是分子什么结构所组成 死了就没有了 他就没有什么来世的顾虑 就单单为今生的利益 着想就好了 他就想说 我今生能够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能过什么样好的生活 能够穿什么好的衣服 用什么好的 好的这些 这个器材 然后呢 他就享受今生就好 享受多少 吃多少 他如果能够多活一天 他就是赚到的 那对无神论者来讲呢 这个道德的这个顾虑 就是随心所欲 那也就是说 他如果开心 他就作为一个 这个有道德的人 他如果觉得 看到别人痛苦 他也很痛苦 那他就多去体谅人家一下 因为没有什么审判的机制 反正已经没有来世了 所以他这一世 他就为这一世 来负责就好了 然后最多就是 他如果做坏事的话 不要在活着的时候 被抓到就行了 不要在活着的时候 恶有恶报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可能因为他对于 这个来世的理解 因为没有来世 所以他有可能有了 在今世的这样一个 影响生活的态度 那如果是一个民间宗教者 不管是佛教 道教或者其他的宗教 他可能会因为相信 有来世 或者是轮回 他就需要多积应得 或是他需要多做善功 因为他在今世所积的应得 或是善功会影响到 他死后的这个去处 甚至于来世的出生 他如果做坏事 可能就变成一只蟑螂 做好事 他就变成可能王子 或是国王之类 出生在皇宫里面 但是这也不表示 他不能够为非作歹 他只要确定什么 确定他做的好事 是多过于他做的坏事就行了 如果今天他不小心杀了一个人 他就不要忘记多救两个人 他如果抢了一百万 他就不要忘记捐个五十万 因为他一百万 他可能抢一个人的 捐五十万 他可能可以救好几百个人 所以他就要确定 帮助的人比伤害的人多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他背后的逻辑 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其实跟这两种态度 都不相同 首先我们知道 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死后的去处 是百分之一百确定的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摆上赎罪记 所以我们死后 我们就一定是 到神那里去 到天国 到天堂 不管你怎么样去形容 我们一个永生 我们不需要 依靠我们今生 所累积的这个善功 我们不需要去做好事 来求得这个救恩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不需要 但是同时 圣经也告诉我们 神会在死后 透过我们的行为 来审判我们 为什么要审判我们 因为要确认我们的信心 要确认我们的信心 因为真正相信的人 如果他真的相信了 他就必定会调整他自己 他必定就会知道说 以后我要去过的是一个永生的生活 是一个在天国的生活 是一个跟神在一起的生活 那神的特质是什么 神的特质是良善 是美好的 神是公义的 所以他会调整他自己 在今生 然后以至于他在永生的生活 是今生的生活 可以跟永生的生活 是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行善 不是因为我们要基善功 而是我们明白 我们是天国子民的身份 而且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会有神儿女的一个气质 我们会有他的气质 那上礼拜的讲道当中 我们就说到 我们就说到 永生在新约 因为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的生 死而复活 所以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概念 因为所有新约的作者 他们在写他们的书信的时候 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 他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 所以非常确定 他们都很确定 他们自己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这个永生在新约 是一个很确定的概念 可是在旧约里面 就相对的比较模糊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属灵人物 他们都是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 然后他们透过了 这个对属灵原则的实践 他们在信心当中 他们依靠神 然后跟神有信心 然后他们就看见 原来越来越明白 原来我们人 不过是地上的这个客旅 他们因为透过与神 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关系 他们明白他们自己 不过是地上的客旅 然后他就发现原来 在地上的这个生活 只是暂时的 是他们这个 这个就成为他们信仰的核心的一部分 那这些旧约的属灵人物 他们就比较好像 这个年纪比较很小的孩子 可能五岁六岁的孩子 就是懵懵懂懂的 然后他们透过这个爸爸妈妈 所透露了一些信息 然后或者是看到爸爸妈妈 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他大概隐隐约约知道 这个父母可能有个移民的计划 好像是以后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然后就是以后要去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旧约人物 他们的那种 他们的这个属灵的信仰的过程 但是我们新约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了 我们其实已经确定了 我们新约的基督徒 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移民的身份 我们已经通过了移民的身份 我们已经拿到这个签证 移民的这个Green Card 已经知道可以通过移民了 甚至于我们知道连机票都订好了 很确定就是要去的 只是什么 只是爸爸妈妈还没告诉我们 确确的这个日期 几月几号去不知道 常常他只是爸爸妈妈 每次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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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计票已经订好了 只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确确的这个日期 所以相对之下 相较之下 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要比 旧约的属灵人物 更加的积极的预备 更加的积极的来操练 我们这个天国公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我们对这个旧约的 这个熟悉的弟兄姐妹知道 这个对这个 对天马太福音熟悉的弟兄姐妹知道 这马太福音这卷的福音书 有一个特点 就是天国 天国这个词汇 是重复在马太福音中 频繁的使用 但是在别的地方 像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都是用神的国 但是天国就是马太福音 一个很特别的词汇 他用天国来代替了 别的福音书中的这个神的国 而且这个天国 不单单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 也把天国带到了地上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 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 主导文里面就有一句话说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他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们还没有实质地 在天国当中 但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在地上 就经历好像在天国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因为什么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刚刚诗歌所唱的 以马利利一样 以马利利意思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这就好像我们 好像还没有到美国 我们要移民美国 我知道我们要移民美国 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到美国 可是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 然后他就把什么 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习惯告诉我们 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些 更具体的状况 甚至把一些美国 带回来的科技产品 给我们用 当然现在的状况 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中国 亚洲的一些科技 比美国甚至可能还要先进 可是如果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 可能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科技 哇 这玩具 就是会让这个 在亚洲的这些国家人 就很羡慕 哇 好先进 带回来 让我们看到说 原来美国就是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那耶稣基督就是 唯一一个倒神肉身的人 他是唯一一个 从天国到地上的人 所以他就把 告诉我们 在天国应该要有的 这些习惯 应该要有的 这些特质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 他在地上的使命 不单单只是 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 当然付上赎罪的代价 是他的终极使命 可是他另外一个使命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门徒训练 他就召聚门徒 然后把他所知道的 所需要 对我们所需要 以后要为天国预备这些特质 他就告诉他的门徒 来预备他们 进入到天国当中 所以我们看见整个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 我们俗称叫做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可以说是 整个福音 四卷福音书当中 耶稣基督对于 这个基督徒的信仰 还有生活的准则 最完整的一个论述 那我们今天读的 刚刚读的经文 就是从第六章里面 节录出来的 那第三十三节 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刚才所说这个天国的概念 有一个相对异的经文 就是我们要什么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然后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 所要讲的这个主题的来源 那这段经文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们刚刚读的 经文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如何处理忧虑 我们就看到忧虑这个词 不断地在这个 刚刚读的经文里面重复 那为什么很重要呢 虽然整个 这个登山宝训 第五章第七章 都是整个 基督徒生活的准则 但是我们读的那一段里面 特别就是讲到忧虑 那因为忧虑 对我们 对基督徒来说很重要 在第三十节里面 告诉我们 跟我们的信心 跟我们的信心 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 我们处理忧虑的态度 就反映出我们的信心 我们对天国的信心 以后可以进天国的信心 还有如果我们 活出天国的信心 那这边我要先澄清一下 就是有些人 有些基督徒可能会把信心 跟这个民间宗教的 敬钱 画一个等号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你们每个礼拜都去上教会 你们好敬钱 有些如果非基督徒朋友 他们可能会这样讲 但是我在这边需要 跟大家就是 澄清一下 就是说 基督徒的信心 跟敬钱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敬钱 它是一个单向的关系 是人单方面去表现出自己 觉得好像会讨神喜悦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一些很敬钱的人 他去庙里面拜拜的话 这个三不一跪 九不一扣 就是非常的敬钱 他就是 就是因为他觉得 当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可以讨 他所拜的这个神 或是他所拜的偶像的喜悦 所以这个是一个单方面的 甚至于在九月里面 其实有些人会以为 献祭是讨神喜悦的 所以他们就用献祭 作为一个 好像一个 他们信仰的这个表现 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信心 其实更好的说法 是信任 信任 信任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关系 就是说我们信不信任神 跟我们 有没有神经 有没有跟神的这个经历 其实是有一个关系的 当我们有经历神的 经历过神的话 我们对神的信任 我们就会比较能够 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任 一个经历过神拯救的人 不管是他经历医治也好 或者是可能他 免于灾难也好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们讲到经历医治 或是经历免于灾难 我们可能会把它想成 是好像很玄妙的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 是一个主观性的 主观性的 就是说他不一定是 别的人 同样会有这样的认可 他可能他在祷告之后 他觉得神保守他 让他免于这个灾难 或是神医治他 所以他就对神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有一个经历 然后就有一个信任 所以当一个人 他觉得他经历过神的拯救 他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当他为别人的医治祷告 当他为别人的灾难祷告的时候 他就相信 因为我经历过神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信任神 我也相信神也可以 拯救我所祷告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绝对的信任 对神一个绝对的信任 所以如果以男女关系来说 敬虔就是所谓的虔诚 比较像是个单恋 就是因为你就爱上这个人 但是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想要去讨对方的喜悦 那信心跟信任 它是一个互相的关系 它其实是有一个交流的 有一个交流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 圣经当中的摩西 他们是可以跟神 面对面的 他们信任神 所以亚伯拉罕最高峰 就是什么 献以撒 但是他们 他也可以跟神 什么 讨价还价 对不对 当神要毁灭 这个 所多玛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几个人 几个人 摩西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在摩西的 信心经营当中 因为它是一个互相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的信心 不是单只有属灵的行为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去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这个 圣参论的时候 我们所默想的那个 罗马书里面的经文一样 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 活迹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行为 它更多是一个 因为我们观察了 我们知道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然后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跟随 因为我们相信神 我们经历过神 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 全身心献上 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 这个经文呢 给了我们一些 重要的提醒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 讲到忧虑的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看到底 我们基督徒 可以怎么样来面对忧虑 怎么样来处理忧虑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 经历神的信心 或者是透过我们 对神的信任 然后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那首先 今天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要为对的事情忧虑 不要为错的事情忧虑 那忧虑其实是一个人 很正常会有的情绪 当一些事情发生 我们肯定会觉得 会担心 会忧虑 然后就好像恐惧一样 我们人其实会有恐惧 其实恐惧它有一个 保护的作用 如果你不怕火 你就会一直去玩火 所以有时候 因为你怕火 所以你会特别地小心 所以忧虑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关心 所以我们就会担心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为错的东西 或是为不必要的事情 来忧虑的话 就很容易 让我们落入试探当中 然后呢 当我们为这些事情忧虑的时候 落入试探当中的时候 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甚至于会让我们陷在罪里面 那我们刚刚 我们刚读的这些经文 第25节里面 25节 它说所有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其实这个经文里面 并没有告诉我们 不要为生命或是身体忧虑 而是告诉我们 不要什么 不要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生命是胜于饮食 身体是胜于衣裳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 他把吃什么穿什么 跟这个生命是放在一起 然后吃什么喝什么 跟生命放在一起 然后把穿什么 跟这个身体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看见 他在这边的用意 其实是要表达的是一个 短暂的 吃什么喝什么 是一个短暂的 然后生命是什么 是一个长期的 对不对 还有呢 穿什么 是一个外在的 那身体是什么 是一个内在的 它有一个对比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去分辨 到底我们生命当中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东西 是需要我们忧虑 去关心的东西 因为忧虑其实代表 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个 优先次序 我们会为所关心的人 事物来担心 比如说我们的小孩 他在外面 他出去了 天冷了 我们心里就想说 他会不会早凉 因为什么 他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不会为隔壁的小孩 来担心 因为他跟我们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关心的东西 就表示 我们会担心的东西 就表示是我们重视的东西 那不担心 其实就表示 我们不是那么重视 那我们是否 应该担心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过于生命 过于身体呢 我想大部分人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肯定说不应该啊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当然比生命还不重要 身体当然是比吃什么 身体当然比穿什么还重要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我们很诚实的 去看 去记录 我们每一天 所花的时间和金钱 我们比较一下 到底我们花在短暂的享乐 以及帮助我们生命更丰盛 的这个时间 还有金钱的比例的时候 其实这些东西 就会真正的显出 我们在乎的这样的一个事物 所以我们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有时候也许 我理智上知道 要投资在生命上面 要投资在这些 长期的事情上面 但是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花的金钱 花的时间 其实都是在比较短暂的东西上面 那为什么不要为这些不重要的事物来忧虑 因为什么 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 那难道说基督徒就没有穷人或者是饿死了吗 在这边其实是要指出一个属灵的原则 或者说一个属灵的智慧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花很多的时间 在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那这些短暂的事物 其实会什么 会造成我们真正生命成长的停止 因为我们一直在注意这些东西 反而我们没有真的投资在一个生命的成长上面 其实是什么 得不偿失的 得不偿失的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先把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忧虑 暂时地放下 但是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愿意去建造生命当中这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短暂的需要 其实就会被满足 神就会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我有去看到一个训练 有一个人叫做Steven Covey 我不知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有个人可能听到 他有一本书很有名 它叫Seven Habit of Effective Life 还是Walking Habit 还是什么的 它就有个实验 我不知道大家肯定在YouTube上 就是说我们把时间 它是比喻时间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有一盆的大石头 一盆的小沙子 一盆的碎石 然后一盆的小沙子 那如果我们只是先放小沙子 先放碎石 这些大石头肯定放不下去 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先放大石头 然后我们把碎石倒下去 把小沙子倒进去的时候 它这个时间就可以 可以满足 满足我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它的这个实验 当然是用来 讲到我们在时间上运用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于 花时间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然后觉得这些好像很紧急 可是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浪费 在这些事情上很多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期望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去拿到什么证照 或者是以后我们希望能够 在神学上面有什么样的进步 我们就觉得 现在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 因为要管这个管那个 我们就没有投资在这个上面 但是它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投资这个上面 其实这些东西 它其实会慢慢的 慢慢的就是会配合 配合我们的需要 同样的 同样我们用的同样的原则 其实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着重在 神提醒我们的重要的事情上 我们投资在永生上面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短暂生命当中的需要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满足 它会自然而然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会去做调整 第二个错的事情 这边提醒我们 就是不能控制的事物 不能控制的事物 在第二十七节里面说到 你们哪一个人可以用思虑 让岁数多加一克的 有些版本 如果你看有些 这个note 它会有些版本会说 是使声量多加一筹的 使声量多加一筹的 那我 我觉得后面那个 对我来讲比较有影响力 因为我 我从小就觉得我自己不够高 所以我的期待就是 如果今天能够再多个十公分就好了 所以 就是说 的确 他说的就是 我怎么想 我需要能够多增加十公分 当然有些人说 去把脚打断就可以增加 升高 我想 这个有点太过了 所以这两个说法 其实都在指出一些 就算我们很忧虑 它的意思是 我们很忧虑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物 那为什么不要为这些 错误的事物来忧虑呢 除了没有用处之外 还浪费时间 甚至于阻碍了 属赢生命的成长 那我这边分享个见证 分享个见证 那大家知道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那我也是家里面 第一个信主的 那事实上我受洗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有 勉强得到父母的同意 但是是很勉强的 那因为我那时候 我在加拿大读书 所以他们也管不到我 他们一开始是同意 但是我受洗那一天 他们又打电话来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受洗 我说我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他们是勉强的 他说好了好了 如果你真要受洗的话 就去吧 但是其实后来 我们在信仰上面 是有很多的冲突的 那当然后来 要全职侍奉 就更不用说了 甚至于遭到 这个父母亲的大力反对 我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爸爸遭聚了家族 就是姑姑啊 就是我们有个家族会议 不是家庭会议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改变我的心意 那时候我的策略就是什么 我的策略是尽力保持关系 就是我还是跟他们保持一个 就是没有破坏关系 就是保持关系 但是我什么 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因为我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但是我知道 我的呼召是什么 我知道 什么是对的事情 所以我就继续前进 但是尽力保持关系 但是我必须说 这些个摩擦 其实是造成 我很难跟我的爸爸妈妈 传福音 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会觉得 哇 我投资 在这小孩身上 就接他去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 所以他其实他们 就是 当然关系没有断 但是他们心里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抱怨 都有抱怨 可是我必须要说 神是奇妙的 神是奇妙的 那后来因为我母亲 她得癌症 她得乳腺癌 那她在台湾的医院治疗的时候 那透过她一个佛教朋友 的介绍 所以不是基督教的 不是基督徒 是透教她佛教朋友的介绍 然后接触到了 这个医院里面的 祷告室里面的牧师 然后呢 她那个祷告室里面的牧师呢 就带领我妈妈 居然信主了 我妈妈就居然 因为透过那个祷告室的牧师 为她祷告 然后带领她 她就信主了 那我爸爸呢 我父亲呢 就是因为陪着 因为我妈妈信主 当然她就要去教会 然后我爸爸就 也陪着她去教会 但是我妈妈 在世的时候 她没有信主 是我妈妈去世之后 然后因为她已经 陪我妈妈去教会 去了好几年了 所以她也就信主 那这个经历 其实给我一个 很大的鼓励 可以说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这个经历 就让我更加明白 我们刚才读了那句经文 就是你们要牵求 神的国 牵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然后呢 这一切东西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经文里面在讲的 不单单只是生活上的需要 也包括了什么 包括一切超过我们 可以控制的事物 当我们愿意放下 对这些事物的忧虑 我们会忧虑 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 当我们愿意放下 这样的控制权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 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 我们愿意先求 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 神就会为我们预备 为我们开路 最后 让我们看一下 这段经文的这个 这个结尾 这个结尾 对不起 太快了 这个结尾 就33节说 你们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其实并不是结论 并不是结论 其实他34节说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34节才是 这整个 整段经文的一个结论 这段经文 其实很明显地表达 能够正确地面对忧虑 不是因为神 有什么会得到什么好处 其实是为了基督徒 我们自己的好处 那对旧约熟悉的弟兄姐妹知道 犹太人他们一天的开始 并不是在早上 像我们中国人就是 早上起来就文机起舞 先练一段舞之后 就是一早的开始 但是犹太人他们的 一天的开始是在夜晚 他们的太阳下山 代表了一天的结束 但是夜晚 就代表变得开始 那当时的人是没有电灯 所以他们不能加班 所以太阳下山就代表 我们人能够静的力量 已经终点了 所以有太阳的时候 有光的时候才能做事情 所以太阳下山就什么 哇黑黑了 一片漆黑 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从夜晚 进到第二天 从夜晚进到 所以第二天一开始是夜晚 代表一天的开始 是从神的恩典开始 不是从人的工作开始 因为人那时候在休息 但是神的恩典心 运行在每天的开始 因此什么 因此不要为明天忧虑 那其实也代表一个好的睡眠 就是有一个好的睡眠 所以当我们讲到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 不是像我们古代的 这个敬会帝一样 就是敬会帝就是说 百姓没有食物吃了 没有米吃了 他说为什么不吃肉 他不是一种 道德至高点的属灵观 他不是说 看到人家很辛苦很痛苦 说你为什么不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相反的当耶稣在讲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他比较像是个邀请 他是个invitation 他是说其实这是一个 一个属灵的操练的邀请 他让我们专注在 神每天的恩典当中 先专注在 神每天所示的恩典当中 夜晚的开始 然后再进入到白天 神的国和神的义 不只是在说 天国的道德观和属灵观 也在讲到神的权柄 还有神的信实 因为我们寻求到了 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表示我们明白了 神的权柄和神的信实 所以我们可以不畏什么 不畏明天忧虑 因为其实忧虑不是一个 我们说放下就可以放下的 今天如果你很忧虑 人家跟你说你不要忧虑 你难道说 因为你告诉我不要忧虑 我就不要忧虑了吗 不可能 忧虑不是一个说 我们可以控制说 我们想要不忧虑就不忧虑的 我们需要先信靠一个 大过于我们心里面忧虑的 我们可以需要先信靠一个 可以解决我们难处的力量 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分辨 什么东西是需要忧虑 什么东西是不需要忧虑 然后我们需要依靠 一个可以搭过我们忧虑的力量 然后我们先放下不必要的忧虑 我们把精力 时间 金钱 投资在正确的事物上面 然后相信什么 相信神会成就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在新的一年 2024年 我们都可以进入一个 没有忧虑的生活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 马太福音讲到 是一个天国的经历 其实我们在地上 没有忧虑的生活 就是以后我们在天国 会经历的 它是一个永生的经历 我们在地上 先依靠神 我们就可以经历 在天国的永生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地父我们感谢你 你提醒我们 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主你也提醒我们 很多事情 是我们不需要去忧虑的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把时间金钱 还有我们的心思一念 不要把我们的忧愁 真的是放在 一些不需要的事情上 但是帮助我们 愿意投资在永恒当中 帮助我们看到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什么东西是 合乎你的心意的 让我们愿意 快步 快跑来跟随你 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于一个 真正充实的今生 因为你的应许告诉我们 我们在今生 我们在来时要得永生 在今生要得百倍 我们谢谢你 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感谢神 我们用回应诗歌 请大家站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龙美 借我彰显 愿神的国 神的义 住在你的心里面 愿主耶稣基督的龙美 借我彰显 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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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其妙 同情 春节 梅山 恳求神灵 结晰 使我心灵 甘心 直到耶稣的龙美 借我彰显 请大家坐下 请大家再站立一次 我们用三一颂 结束今天的崇拜 祖美真生万福之干 世上万民 祖美祖安 天师天君 祖美祖民 祖美圣父 圣子圣灵 阿们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昭通 常常与你们每个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为终请坐 莫德上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